成都女子三万诊容至左眼失明不可逆 痛哭,如今男友工作都没了 四川成都一名女子因为诊容导致失明的事情 引发关注 这名女子姓李,她称 今年1月份在一家医学美容门诊部 花了三万多元进行了诊心手术 可结果却让她万万没想到 手术结束后自己的左眼当场看不见失明了 目前,李女士左眼永久性失明不可逆 右眼的视力也有所下降 经常刺痛、肝痛 事发之后,李女士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 工作没了,男友也没了 该医疗机构出事之后一直处于停业状态 一开始,涉事医疗机构表示 愿意给李女士30万米内的赔偿 但是当时李女士病情不稳定 她担心眼镜的后续治疗问题 因此没有接受 网友,其实这个小姐姐有点可怜爱 左眼失明对一个这么爱美的小姐姐来说 真的是不能接受的现实 别说补偿30万 就是补偿300万都没用 顶房转售 正中文字幕了承核 权份量 阅文字幕了承核 结架 优cida